最近又当霸席或二宝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 被认为是党内2022夺回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 但近期却传出他在疫情警戒期间 刻意切割了党内的激性派 甚至遭到立法院党团质疑 在防疫议题上面没有实质贡献 而针对2022地方选举 媒体人吴子佳就分析 民进党要立保现在执政的七个县市 国民党也虎视单单要抢回台北 桃园 基隆 以及新竹市 而侯友宜虽然身世看长 但如果要职工2024还有疑虑 戴着口罩但不难看出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真的很开心 手上抱着的小男鹰就是他的二宝 相隔十年蒋万安再度喜获铃儿 他在脸书上发文分享喜悦 而他在防疫期间也忙着推广 给弱势族群的爱心带用餐 赞助百分这个爱心餐 就让有需要的或比较弱势的 他们可以来免费取用 蒋万安更频频送便当 到医院替医护加油打气 也被解读是在为2022竞选台北市长铺路 但身为立委的他却鲜少参与党团抗争 也被曝出六月中的党团大会上 被批评对防疫议题没有实质贡献 是为了切割激进派 不过也有消息指出党团总召的确有特别点名讲万安 只不过是要提醒他争取曝光度 而针对2022选举媒体人物质家分析民进党线有七线市 国民党线有14个线市 而且连任几率高 另外在台北桃园基隆新竹市双方都积极想要抢下 他也认为以后有仪的声望参选总统有胜算 不过很有可能先被党内杯葛 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 我们好好努力做事 谈论很多嫌疾的是七十五关疫情 我们潜力的守住疫情 疫情打乱政治布局 不过各方都在养金蓄赖 叙事待发 记者富山里同台北上报导